- 大家好,我們是玻璃兄弟,我是哥哥,我是弟弟,弟弟我們今天來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請問是什麼地方? 我們今天在民視的攝影棚裡面喔,我們要錄一個非常特別的節目,是什麼節目?叫決策者 讓我們歡迎節目主持人佳琳 謝謝,歡迎兩位,歡迎華夏玻璃的第四代掌門人來到我們節目現場,我第一次被這種方式介紹出場 我們首先先歡迎的是哥哥執行長廖冠傑 大家好,各位觀眾好,我是廖冠傑 弟弟是副執行長廖維杰 大家好,我是廖維杰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請到兩位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華夏玻璃在台灣已經97年了 百年企業 那其實陪伴大家,我相信觀眾朋友對他們都不陌生 像我前面這個就是彈珠汽水 從小真的是去市場跟爸爸媽媽出去都吵著要喝一瓶 這個大家耳熟能詳 那問一下哥哥好了 除了玻璃汽水之外,彈珠汽水之外 還有什麼樣產品是你們在做的? 我想問嘉玲你有沒有,你小時候最愛喝的飲料 比如說你從小到大你印象中很深刻的飲料有沒有 可樂 可樂 好,那可樂的玻璃瓶,華夏玻璃就製造過 那你可能長大一點,你開始喝酒了對不對 你可能喝了像是威士忌啊,或是像是啤酒瓶啊 華夏玻璃都有在它的涉獵裡面 所以我們包羅萬象 也因此我們華夏玻璃可以說是國內日用容器最大我們是龍頭 對對對 那我們好奇說現在我們每個月的玻璃產量大概多少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總廠 我們一個月的玻璃產量大概是一萬噸的玻璃 那一萬噸的玻璃呢,換一個數字給各位觀眾想想看 就大概是五千萬隻的玻璃瓶 所以我們一年可以產到接近六億隻的玻璃瓶 所以那個數量其實是非常非常可觀 可是現在所有企業啊,其實都在走向ESG 那其中這個一就是環境保護 我想問一下威姐喔,現在大家在走這個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覺得說玻璃會不會很不環保 但其實不會喔,我們的這個玻璃瓶 都是可以重複回收百分百再利用 是的,沒錯 那以華夏玻璃來講呢,我們一個月做回收玻璃的話 從外面採購的話差不多是兩千五百到三千噸 這樣自體回收也是差不多兩千五百噸 所以這樣總和下來一個月 平均我們可以回收到差不多五千噸左右的玻璃 回收的玻璃我們要怎麼樣再利用 回收玻璃的話,在我們工廠裡面 它會變成一個副原料 那玻璃的原料來源主要是純鹼、細砂、石灰石 加上所謂的回收玻璃 那我們會把這些回收玻璃打碎磨成它適當的大小之後 再混合成我們的主原料這樣子 哥哥你們在讀書之前 對華夏玻璃場區你的印象是什麼? 我的印象中就是它非常的熱,非常的吵 然後我覺得是對我的耳朵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為那聲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在國外念書甚至在國外工作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回到華夏玻璃 來去做這個接班、轉型的這些事情 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 那弟弟呢? 我小時候對玻璃工廠的印象其實 不是玻璃工廠本身 而是我可以去我們那個福利社 小時候那邊還有福利社 可以拿免費的奧利多 奧利多 對,我小時候很愛喝那個 喜歡喝飲料 那你有想過有一天你會回來嗎? 其實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過 也沒想過 因為當時後來我去國外 在美國念書 然後後來又轉去日本 然後轉去日本的那段期間 那我哥就先回家先接班了 OK 我們先回過頭來談哥哥好了 其實哥哥 現在我們家族事業當然是傳統產業 但是過往您在美國從事的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你被稱為是華爾街的金融圈的金童 不敢當 對,那個時候你求學之後是很順利在華爾街工作 那要不要談談你是什麼原因會想回來 其實我在華爾街那時候 我剛好遇到的也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那因為金融海嘯的關係 所以在華爾街那段時間的所謂這種年輕的這些工作者們 普遍的待遇都不是非常好 那我就在華爾街工作的三年之後 我接到我父親的第一桶電話 那我是先跟他說我先去念我的MBA MBA念完之後他又打給我 然後跟我講說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 你是不是應該回來家裡看一看幫個忙 那我那時候我覺得說他的看一看幫個忙 就真的就是看看幫個忙 你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結果一幫就幫到十年這樣子 那個時候父親好像還跟你下了一個 他用了一個方式 他告訴你說有可能要把公司賣給國內的 跟你們是競爭第一名第二名的公司 我們國內的友好的很大的一家玻璃廠 對不對 那個時候他是這樣跟我講 就是說他要坐高鐵 然後去跟對方的老闆就是談一下 然後我是說 如果你對華夏玻璃 你的經營有這麼多的想法跟感觸的話 應該不會去做到像這樣子的決定 所以我是因為他的這個模式 我就決定說回來台灣幫他看看這個公司的情況是怎麼樣 但這個幫幫忙怎麼一幫好像就幫到現在十年了 對啊一幫我就再也沒有回美國了 那時候你有萌生你還要再回去這樣的想法 有那個時候那時候我小時候一直有個美國夢 我的美國夢就是說我可以在美國養一隻狗 然後生兩個小孩 然後有一個紅磚的房子 然後白色的圍牆 就是很正常的一個美國夢的那種概念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可以再回去那個美國夢 我回來幫忙大概一年兩年之後 我再回去那個美國夢 結果沒有想到我這一幫就在新竹待了十年這樣 而且不只是你這樣子 而且我還把我弟弟抓回來 你改變了弟弟他原本的人生計畫 本來弟弟在日本那一邊也是在金融圈 對我本來在銀行 然後在應該是說在我在銀行之前我是在念NBA 那個時候我也參加過我哥的在紐約的NBA的畢業典禮 然後之後他就是他剛才講的那一段被老爸召回 那當時我的想法就是說 那家裡的事業有哥哥去顧我 那我可以放手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去了銀行去做我的工作 可是呢經過一年之後 我哥有一天突然說 欸弟弟啊 最近潛水大家都很喜歡潛水 那你有想法跟我去潛水 他約你去運動 約我去運動 對 當時我也沒有想太多 那好啊那就潛水走啊 我們就去了沖繩 然後呢去的時候呢 就都是在比如說就很快的潛水 直到就是要離開的最後一天 他突然就跟我說 欸弟弟啊就是家裡的公司 其實我一個人非常辛苦 要我過去幫忙 對 當時我心裡是在有點掙扎 就是說我好不容易找一個新的工作 那你現在就叫我停止 不太可能 那他怎麼說服你的 所以呢 再過一段時間 他又來東京又來找我 對 再找我第二次 第二次是怎麼 說我們去大阪 去Universal Studio 就是環球影城去玩這樣子 然後呢也是同一 顧忌從事 也是在最後一天 把我約到 就是說我們 那日本有個附近有一家家 那種家庭餐廳 Jonathan 對就說 欸我再跟你談一下 之前就家裡的情況 他就把家裡的情況跟我講 他說他一個人非常累 然後回來接班 真的不容易嘛 因為要面對 一些家裡 本來過去的老程 要面對新市場的壓力 然後我那時候是發現 他的白色頭髮 長得出來非常多 那個時候哥哥幾歲而已啊 那個時候啊 二十幾歲吧 就是 二九三十吧 二九三十差不多 那樣的白頭髮是不太尋常的 沒有 應該是說前面 兩次的變化太大 就是之前頭髮 沒有這麼多白頭髮 然後一年過後 我看到 嗯怎麼多這麼多 感覺壓力很大 你感受到他的壓力存在 對 那可是那個還 還不夠是因為 我自己又再度掙扎 因為日本他走 對外國人來講 他是走七月制的 對 那我都要準備要進行 就是我接下來下個簽約了 嗯 然後 等於就是說人生有兩個道路嘛 對我要選擇繼續 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說回家去幫忙 然後 我也是非常感謝 我一位朋友啊 就是他家裡是做 家族企業 做塑料類 然後他當時 我跟他談論這件事情 因為他也有哥哥 他上面有 有兩個哥 然後跟他講說 當時 你是為什麼 你願意回去 他跟我講了說 家族企業這種東西喔 你早碰 晚碰 你都是會碰到的 逃不掉的 對 那與其說你一直拖一直拖 那不如就早點去面對他 那這種種因素加起來 那我還是覺得 好吧 回去幫一下我哥哥 確實那時候 哥哥承受的壓力是很大 有沒有看到我眼角有點 眼淚 因為我剛剛聽到你的這段話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你看 我的眼淚都有點 眼眶有點為失有沒有 眼淚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這樣在這裡 好像右邊有一點 對 對 左邊好像沒有 你是剛才點藥水嗎 感動到你會很樂 你看 其實那一年哥哥的確是碰到很大的難題 在你回來接的時候2013年 才剛挺過金融風暴 那個時候我們公司負債了數十億 而且毛利率掉到剩7個百分點 對 你回到公司之後就您的專業 你看到什麼樣很直接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在公司看到的是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一直以為我們過去的模式非常成功 可是其實成功到2013年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不是那麼的成功 所以它毛利率會一直下降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成本其實不斷在上升 可是我們在市場上跟客戶去做商品的銷售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辦法適時的去反映到那些成本上升的部分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開始要去創立我們自己的自由品牌 那我希望藉由自由品牌的方式去拓展我們既有的B2B的客戶 然後變得讓他們知道說華夏玻璃它不是只是能夠提供你一般的代工的服務 我們是有一整套的這種服務方案 所以那個時候水晶林成立的時候我們是朝著這樣的方向去前進的 那第二點是說我覺得工廠因為畢竟那個時候已經90幾年了 90年左右 大家的思維跟想法都會比較的固定跟僵化 所以說我們不太能夠接受新的挑戰或新的衝擊 公司應該非常多員工都是跟著父親數十年 有有些員工他甚至已經工作了35年之後 他又退休又回來留任的 對我們公司那個就是我們講說法定退休年齡 你出去之後再回來公司的總共這些年下來有500位員工 是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多 就算現在在公司裡面也有大概30位是屬於 就是說退休又留任的員工 所以我們都有非常大的情感對於華夏這個家庭 我們常說華夏玻璃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然後可是大家庭裡面總會有一些小小的爭執 或是說小小的韌性 那我們的角色就是說讓這些爭執跟韌性放在對的事物上 然後大家去看事情該做什麼 那弟弟呢您回來的時候 除了哥哥以上所談的 你還看到什麼問題 一個就是在公司內部的資訊上面還是非常的傳統 我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財務部我嚇到 我們財務部使用的人 以這個公司規模來講是非常多的 大概有多少位 那個時候有將近快35位吧 印象中 那那個時候呢就是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很多東西還是手抄的紙本作業 然後或者是用電腦打出來的報表 這樣手去填 在2014年還做在這種程度 對 因為一開始我們公司用的那部系統是 大概20年前的Lotus 就是IBM的Lotus 大概20年前那是非常先進的一個系統 但是在20年之後呢 它已經不太符合現代了 因為你很多東西還需要人去抄寫去控制 那所導致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會造成說很多的資訊上不對等或錯誤和延遲 那當時我跟我哥討論 最大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於財務的掌握上面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我跟我哥討論 為什麼是因為它 因為德國的這個系統 它是非常嚴謹 它不能被隨便篡改 那其實就是在於公司 每一個從原物料開始到最後銷售出去 它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 那如果它是非常嚴謹的情況之下 就是要訓練我們每個員工 在每一個環節做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出錯的 也可以在訓練他們在工作態度上更加嚴謹 但是聽到上千萬的成本 父母親應該是縮手的吧 聽到上千萬的成本 父母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為那個對他們的印象中 投資一個軟體或是一個城市 為什麼需要花費這麼多的錢 要建立它的機房 還要去跟這麼多的顧問過來去做這些導入的過程 所以我那時候跟我弟弟講說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 讓父母親比較容易接受這種新的思維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決定去幫他們報名交大的EMBA 對 我看到這個我真的是嚇了一跳 你有嚇一跳 二代回來接班居然是教父母親回去讀書 因為通常都是二代訓練EMBA 對 很少人是叫一代訓練EMBA 可是我們那時候的思維是說 如果說在同學們的熏陶下 那他們可以聽到說 其他企業是用什麼樣的ERP的導入系統 那他們會不會就覺得說 那我們用SAP 或是用這種比較貴的這種ERP的系統 其實也蠻合理的 對 所以就是說 希望用一個同級的熏陶的方式 讓他們去能夠接受這樣子的事實 而不是跟他們不斷的argue 不斷的這樣子 對 因為畢竟二代你在怎麼樣跟你的父母親說 你都是他們的小孩 所以說你還是用他們同輩去跟他們去做一個 怎麼講 就是同儕教育會比較有效 對 因為對人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對晚輩或是 你覺得是說對晚輩的話 他可能就是你還是小孩子 他永遠你在他心中 不管你四十歲五十歲 對他們來講都是孩子 那大家都有印象你還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如果你班上同學在流行是什麼 在比如說什麼東西比較潮 那你就會想要跟風嗎 其實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在EMBA的世界裡面對不對 對 比如說我爸媽在 他們在討論自己公司的狀況 你跟同學討論自己公司的狀況 然後他們就突然講到 我們的ERP是用什麼 Oracle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ERP用什麼 然後當然問到他們的時候 你們用什麼 他們就 心虛 這個不需要你們來講 看來兩位是很成功的教育家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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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成功把父母親送到交大去讀書了 後來帶來什麼樣很大的成效 我覺得很棒的一點是說 那當然交大EMBA因為他不是 他不只提供了很多 共學的這種原地以外 那我覺得也是說 在公司的不管是在決策 或是思維上 我們也帶入了很多一些 新的一些科技跟新的理念 像剛剛講的ERP只是其中一塊 那接下來的 後來的三五年期間 我們開始主推一個項目 叫數位轉型 那在數位轉型上 因為交大EMBA 他是理科學區最近 對不對 所以他們EMBA裡面很多的同學 他就有提供很多數位轉型的方案 或是數位轉型的一些例子 可以滑下玻璃來參考 那後來我們在我們的後端的生產線 不管是在自動化的機械手臂 或是AI去做所謂的這種 節能控管的這些計算跟模擬 我覺得那其實成效其實非常好 其實像國內 台灣有非常多的企業 也都非常成功 大概有六成五的企業是家族企業 跟華夏佛里一樣 當中有六成是必須即刻面對到 像你們一樣的接班問題 可是誠如你們剛剛所講的 那是你們跟上一代 很多他們的問題 這個接班都是上一代 不懂怎麼樣放手 那家族企業當中還有一個 家族成員能不能夠融洽的討論 能不能夠很融洽的在分工 兩位從小感情就這麼好嗎 小時候小時候兄弟 通常就是會玩在一起 但是也常常打架吵鬧 我覺得這是正常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人是這樣子 我覺得人很奇特 你常常在一起不見得感情就會好 可是如果說你分隔兩地 有時候再見面的時候 那感覺就不一樣 像舉個例子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我是在西岸在美國 然後我哥在東岸 那每當到比如說聖誕節 感恩節大家放假的時候 久久見一次就覺得 好久不見了 那會問對方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就會就是分享 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久久見一次 這種感情再度結合 那種感覺是非常特別的 哥哥喊情默默看著你 對我在看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確定是喊情默默啊 OK那回來之後 你們兩位是怎麼樣做分工 因為其實你們的背景 求學的背景蠻相似的 其實真的蠻相似的 甚至我們都是先在念完之後 然後去外面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再去念MBA 對不對 所以那因為我的個性算是比較外向 所以我就盡量負責對外的一些工作 比如說像是業務啊行銷啊 或是財務之類的 那時候我弟弟他就是 他負責比較多像是管理啊 或是像採購啊 或是像工廠的生產啊 數位轉型這一塊 所以我們其實兩個 其實我們沒有說一定 誰負責哪一塊 可是我們都是互相去互補這樣子 但是當如果是弟弟的專業 可是你的想法跟哥哥不同的時候 他會用他的職位來壓你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兄弟兩個對不對 在討論事情的時候一定 不會所有觀點都會一樣 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時候 那各自不同的時候怎麼辦 就把數據攤開來看嘛 然後去看說哪一個方向 是對公司比較好的 那有時候就會說 他提出他真正的想法和分析之後 我會發現說 這些東西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 那好像你的比較對 或者反過來說 有時候他會看到我說 有些東西他之前沒有接觸到 比如說新的科技 或者是新的數字他沒看到 那他就會說好吧 那弟弟那你這是對的 所以我就是整個拿出來討論過程 看哪一個方向對公司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是選哪一個方向 不會說一定是要堅持個人立場這樣子 兩位回來到現在 從哥哥回來 十年了 時間過很快 時間過好快 你認為這十年 你真真正正做對了什麼 才讓公司轉虧為盈 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公司營收已經非常亮眼 已經來到45億了 我覺得我沒有真正說 我做了哪一件事情 讓公司變得非常好或怎麼樣 我覺得是大家 就是說我覺得整個團隊 大家對於說他工作上的認真跟程度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那我覺得我們的角色就是說 讓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不要太偏離正確的道路上 那有稍微偏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稍微拉回來 做一些調整之後然後再上路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資源的分配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資源 應該投資在什麼樣的設備 什麼樣的模式 我們就只專注在一塊就好 不要去分散資源去做太多不同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會讓你的團隊 變得非常的心累 專注做一件事情 做好之後再去做下一件事情 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件事 這是在管理的方面 其實我有看到你們網路上的一些 工廠產線的畫面 比方說在你們導入機器手臂之前 那個是用人工包裝 甚至一個產線當中 你要擺個七八個人力 那他一隻手也只能裝兩個 這到底有多費工 那後來讓你們想要導入機械手臂 因為一開始我們看到 就是台灣所面臨的 應該是所有的製造業所面臨的問題 傳統產業 對對對 那就是所謂的人手不足缺工 那也是因為在少子化 然後人口老化情況之下 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那畢竟傳統產業 人力所需要的是非常多的 那如果說你不導入一些現代科技來講 來去應對這個問題的話 那這問題只會逐漸擴大 你的成本也會逐漸上升 那所以當務之急我當時想的 也是找了很多參考國外廠商 然後再借鑑我們之前的一些經驗 因為最早我還沒進來公司以前 我們是有試著要導入機械手臂的 可是當時想的是只有工業型的手臂 我們是爸爸那個時候 對 爸爸那個時候 那工業型的手臂 他就是只能做單一作業 他速度快精準 但是非常不適合我們這種 少量多樣化的生產 客製化的生產 所以我覺得是要一種能夠非常靈敏 而且能夠快速變換的 所以的那種機械手臂 所以我到最後就是選定了 那種協作型機械手臂 但是導入之前我是覺得 不論是導入任何新的科技 或者是技術 都是要一步一步去測試 絕對不能超之過激 那像我的話本身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去在我們場內設定一個小的實驗室 那小的實驗室是幹嘛 就是完全模擬我們線上生產模式 然後呢 再把一項一項產品 放進去裡面測試 測試到成功大概80%左右之後呢 我才敢說把它放在我們線上測試 你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對 在這部分我會想的比較多 因為可能也是因為我在之前日本待過吧 因為日本人的精神 他的企業文化 對對對 他們對細節的要求和計畫 他們是非常嚴謹的 因為他們是這樣子 80%的資源放在計畫和預想情況上面 剩下20%去執行 那你就會非常快速 對 你們實際導入這個機械手臂之後 前後這個人力成本大概省了多少 我們平均來講一個包裝產線好了 就可以省1到1.5個人力 那1到1.5個人力的話 一年下來大概可以節省到 200萬甚至300萬的台幣這樣子 哥哥當爸媽聽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 他們覺得這個效果還不錯 那還不錯的話 就是說當我弟弟說他要再投資 第二條第三條的時候 他們就say yes 的機會也比較高一點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個成效 後來你們請他們去讀書 還有彈出數字來看 他們算是完全對你們的放心 你們大概到接手 回來多久之後 你覺得父母親對你們是完全的放心 他是循序漸進的 所以說我常跟很多二代分享的是說 他父母親他一開始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全力放給你 一定是要你不斷的去做出一些事情之後 他們覺得越來越放心的 越來越放心的 他們就會慢慢的就是 全部都慢慢的去交給你去做 你要建立你的戰功 對 建立戰功 然後就是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專案的一個概念 就是每個專案不斷的去推 然後你不斷的從頭到尾 就去了解這個專案之後 你的父母親才會慢慢的把他的手放下來 像兩位其實都是先求學 再回到家族企業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間企業 他想要培養下一代的繼承者 你們認為說是如同你們一樣 先求學在國外有一些打滾的經驗之後再回來 還是說他從一開始就留在家族企業 然後從基層做起 你覺得兩個各有什麼樣的利弊 弟弟 這真的要說的話 我個人我會比較推薦 先去外面 先去國外求學 還是像你們一樣的方式 對 那這個原因為什麼 是因為第一 你去外面你才有辦法帶新的東西回家裡 然後你去外面的公司看其他公司 哪裡做的好 哪裡做的不好 這些都會變成你寶貴的經驗和知識 那之後你在回到自己的家族企業的時候 你就可以避免說很多不必要的錯誤 我覺得最好的學習方式就是從別人的錯誤經驗中去學習 然後自己不要犯一樣的錯誤 OK 其實兩位回來之後 你們不管是在技術方面還有就是經營方面 都做了一些調整 尤其在行銷 其實你們兩位在企業界這個圈內 已經是網路上小有名氣的網紅 剛剛一開始就是 剛剛小有名氣的網紅玻璃兄弟 一開始是誰起心動念提起這樣的建議 其實我一開始是 我記得我忘記是哪一次的採訪 然後我就說現在是網路的時代 我們是做玻璃的 然後我跟弟弟是兄弟 我們剛才就做玻璃兄弟 然後開始賣玻璃這樣子 然後那個記者 我還記得那個記者就說 Why not? 為什麼不要呢? 對啊 就是因為他的這句話 Why not? 我就決定說 好 那我跟弟弟就來做 然後我就直接把名字取名為玻璃兄弟 這名字有點讓人家會多想一點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是會有些誤會 可是後來最有趣的是 我們去到哪裡之後 大家都叫我們玻璃兄弟 沒人再叫我們廖冠傑廖威姐 就叫我們玻璃 已經被標籤化了 對已經變成我們的標籤這樣子 OK 那從事這樣的事情之後 後來你們也做了Podcast 當中你們聊很多 我看那個點擊率前三名 包含你們談企業文化 還有家族接班 弟弟你覺得 除了大家已經認識你們 整個企業界甚至網路上一些 本來不是企業家的 大家對你們的認識之外 還帶來什麼樣成效 對於公司 我覺得一部分是 除了宣傳我們自己以外 其實我們也是一個回饋社會 對 那是把我們所知道的知識 還有我們看到一些 我們自己的想法 也分享給我們的聽眾 讓大家不斷去思考 比如說生活上 或是在自己家裡 或者是說在這個社會 實事上面 他們我們所分享的觀點 能不能給他們 帶來一些衝擊和想法 對 因為我覺得身為 就是說 像我們做這個頻道 對不對 就是要給大家 帶來一些價值和回想 對不對 那我覺得可以利用這些 我們所講的內容 給大家能夠 就是說更增廣他們的見聞 然後如果讓他們 去更加發揮 我覺得這一個 擴散一個效果 我們都開玩笑說 因為玻璃兄弟 讓我們的聽眾或觀眾 更了解老闆在想什麼 也是一個辦法 OK 兩位其實非常有這個 鏡頭上面的魅力 哥哥以前剛回來接班的時候 還曾經到中國去 上過這個相親的節目 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抱持著 當然一部分可能是說 我去宣傳我們家的彈珠汽水 就是幫品牌做宣傳 另外一部分我是抱持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去演藝圈發展這樣子 真的 你有一個藝人的夢想嗎 我有藝人的夢想 那時候我還跟我媽 媽跟我爸爸 我就想說 如果今天我紅的話 我就待在那裡 我就不回來了 所以你這個夢想到現在還在嗎 現在因為年紀越來越大 所以那個夢想 已經慢慢的隨風飄去 哥哥 這個不嫌晚 不嫌晚是不是 你要試試看嗎 我們八點檔攝影棚就在這裡 我待會就先去攝影棚跟導演報到 其實除了你的表演的魅力是很足夠之外 你也很會形容 你曾經說過一句話 玻璃它可以是很性感 這一句話怎麼樣解讀 我覺得玻璃它是一件很性感的事情 我們如果去看看玻璃它可以承載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商品 然後它可以變成各式不同的樣子 第二點是說玻璃它代表著經營跟剔透 所以它承載的東西是一個最高等級 然後最有魅力的一個包容感 所以我一直說玻璃為什麼是我們社會上 一個安定的力量 因為我覺得以玻璃華夏玻璃來講 它就是代表著包容跟安定 我們這家企業存在的價值 其實就是把這個包容跟安定的力量 帶給社會大眾 我們訪問了很多企業 他們也都是台灣數十年 接近百年這樣的企業 到了下一代接班的人 都跟你們一樣有一個想法 他想創立品牌 您覺得為什麼你們這一輩 會很想要創立一個公司的品牌 而不是走原本傳統的代工加工 我覺得創立一個品牌是 當然除了說企業家的夢想 希望一個品牌可以脫離所謂的代工 或是脫離加工的這個領域以外 那品牌它其實承載的是一個信仰跟希望 我們希望像我們剛剛之前講的 玻璃的安定跟包容的力量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安定跟包容的力量 讓更多人知道 讓更多人去認識玻璃是一個很好的包裝容器 那我覺得以創造品牌來講 它就是可以把這個信仰跟這個夢想 散播出去 我剛剛在錄影前我拿到這一個 我有點好奇 玻璃就我們印象中應該是非常重 然後它有分量的 但是它是非常的輕 比塑膠還要輕 這是我們因應在現代 大家對玻璃傳統的 既有的刻板印象所做的改變嗎 對 我們就以玻璃來講好對不對 它其實它有所謂的輕量化這種技術 那在這輕量化技術呢 就是基本上在玻璃它物理能夠正常成型的情況之下 你能減少玻璃的原料的使用 所以你達到輕量化的效果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玻璃它的發展性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不論是說它在塑形或是在減少就是原物料的使用上面 它都是有這個技術存在 兩位都是比較年輕的企業家 弟弟您怎麼來看 現在年輕人對於傳統玻璃製造業的刻板印象 你要怎麼去扭轉他們 把它變得很性感嗎 你要怎麼吸引他們來 我覺得一個主要是環境 對因為傳統製造業 尤其是對玻璃來講 它是一個高溫高熱吵雜的環境 我們小時候對它直接的印象 對 沒錯 那我覺得在未來的話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廠房內做一個改變 因為你看像比如說很多高科技的製造業 他們廠房是怎樣 非常乾淨 對不對 全部白色的 甚至還有冷氣可以吹 那我覺得在玻璃製造業為何不可 非常有可能 因為像比如說在科技不斷的進步之下 我們玻璃對不對 在燃燒的時候釋放很多熱能 那些熱能可以做成回收 對 如果回收的話我可以把它變成冷氣 對不對 或者是在廠房內有沒有 利用數位科技去監控 就是說它在機器生產的時候 不會造成那麼多的干擾 像比如說噪音油污等等 對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讓 新的年輕人員工進來 他在那邊感覺到差異不會這麼大 不會說就是這麼的吵雜這麼的髒 即將很快我們接下來 滑下玻璃要百年了 那哥哥您在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是百年 您覺得想把滑下玻璃帶到什麼樣的境界 有什麼願景 陳如我們剛剛訪問的內容 我是覺得說在百年的滑下 我們要不斷的去往這個永續的方向前進 所以說在我們投資新的搖爐 新的設備也包含我剛剛弟弟講的 就是說能夠讓廠房更自動化 然後讓整個環境看起來更高科技 那包括可能像太陽能電板 放在新的搖爐上面 那我相信這個搖爐啟動之後 可以看到一個滑下百年的不一樣 然後是一個比較創新的一個景象 OK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麼也祝福兩位 祝福滑下玻璃在接下來下一個百年 可以發展得更好 謝謝 謝謝 好決策者我們下週見 大家好 我的天只請 謝謝